哈薩克斯坦公仁 你不要說我的事 停止一世逃生 聲門哈薩克斯坦公仁 停止獨裁之權 你報警吧 你報警吧 好嗎 各位 我們是社會主義的行動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就是為了聲門哈薩克斯坦 現在正在這裡辦公的工人 這個辦公已經進行了六個月了 請你不要碰我們的財產 這些麥克風就是我們的 你就可以去報警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我們稍後就去上哈薩克斯坦的領事門 我們去聲門這個工人 想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就是不想上去私序房 因為上去上面已經沒有人 我們想大家知道 注意到這件事 現在到目前為止 由五月到現在 已經是六個月的罷工 那這些石油工人 其實只不過是非常之簡單 提出一個很合理 要加人工的要求 但是他們不斷地 這個工人運動 受過打壓和鎮壓 因為我們看到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50個人 是被這個政府鎮壓 150個人 造成150個人的死亡 還有500個人的受傷 在上個星期 幾個月到上個星期 有3千多個人 在這個哈薩克斯坦的西部 走出來上街去示威 但是軍隊和警察 就立刻鎮壓了這件事 轉身鎮壓了這麼多人 然後就向這個示威者 和屋的人去開火 但是這些示威者 仍然是無懼這個鎮壓 仍然是繼續兩天走出來上街 但仍然是提出 必須要在這個獨裁政權去下台 提出這個總統 這個納爾巴耶夫的總統 必須要去下台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 會關注到這個哈薩克斯坦工人的事件 和會去站在他們的立場支持他們 是否有朋友會上課 蘇賢 蘇賢 他們上課 哈薩克斯坦工人 哈薩克斯坦工人 是和祝國擁有很多的和外 因為他們是煉酒和天然氣的地方 他們的工人被殺 即是特殊 是殺一流 我們都受到自裁 因為如果工人的人低 情勢的話 會令到全世界的工人都受害 因為石油的採煉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人受到人多對待 甚至受到屠殺的時候 是請大家去關注的 就等於我們是 征服這個烏漢圈的全民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去看看 打倒獨裁政權 打倒獨裁政權 聖活哈薩斯坦石油工人 聖活哈薩斯坦石油工人 工人也是人 不為石油而殺人 不為石油而殺人 聖活哈薩斯坦工人 聖活哈薩斯坦工人 打倒獨裁政權 打倒獨裁政權 我們現在就沒想可以行哈薩斯坦的 我們還要說一下 說到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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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我們在哈薩克斯坦的情況 跟中國非常相似 兩個都是獨裁政權 在蘇聯解體之後 二十年之內 二十年其實都是獨裁政權 那個總統 在蘇聯解體之後 就做了那麼久 如果我們看到 就是哈薩克 和中國的歐盾 在哪裡 我們看到就是 哈薩克 用他的石油和天然氣 是資助著 中國的獨裁政權 我們看到 在馬英雄那幫石油工人裏面 其中間 阿碧 這幫工人的公司 就是由中石油和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公司 是合資的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走來聲援石油 就是這幫大工的石油工人 其實我們變相就是 縱容著中國共產黨這個獨裁政權 在國內繼續殘害我們的同胞 今天我們走出來聲援哈薩克斯坦 同樣地是貫徹了我們 反對中共一所專政 和是反對資本家 大集團 這些石油的哈特爾 去 以壓迫和摩承的手段去牟利 所以希望大家 香港市民 是必須要站起一個工人階級的了 站起大家勞動的藍牆上面 團結去聲援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工人 我們可以讀我們社會主要行動 和封國委婚訪辭者 的一封是哈薩斯坦 駐港領事會的抗議信 聲援哈薩斯坦石油工人罷工 抗議當局鎮壓 至今已有150名示威者 及罷工的石油工人被殺 超過500人受傷 在12月16日 就是這個哈薩斯坦的獨立日 超過3000人 在東部的城鎮 澤魯津十 鎮壓和平的示威 聲援石油工人 至5月以來的拜公行動 但是警察和特種部隊 他是決心鎮壓這次的集會 並向工人和其他示威者開火 根據當地工人組織的消息 至今已有150人被殺 超過500人受傷 消息指出 有1500名海軍陸戰隊和陸軍 進入了當地的城鎮去鎮壓 當局也是對於整個城鎮 進行資訊的封鎖 將所有消息和社交媒體都進行封鎖 而香港社會主行動和工人國際委員會 香港支持者的成員 今天12月21日 諾哈薩斯塔鎮港歷事館 進行抗議行動聲援石油工人罷工 社會主行動要求 立即停止屠殺 撤退軍隊 並滿足罷工工人的要求 並恢復其工作 立即以工人和他們選舉的代表 組成獨立的委員會 就這次的暴力鎖壓 進行徹底的調查 並釋放所有的政治法 包括化工工人的代表律師 曼哈利亞、托阿樂、南瓜 並當局立即停止 對所有反對派的意見人士打壓 而且要求中國、香港、 以入全世界的政府外交人員 和討論他們的文化代表 立即停止支持 巴薩斯塔鎮 的納澤巴耶、納澤伊巴耶夫獨裁定權 正門哈薩斯塔鎮工人 西湖湖河沙士坦东人 打倒国财政权 打倒国财政权